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本节目由专制浓潭酒壳的好书宝 冠名播出 警方登机接回一神秘男子 他每天待着多久 两个月 两个月 今天算是新过程 回来来 连男人都多年了 到男人 惊心动魄 身处异国 他经历了怎样的过往 暗中潜伏 他帮助警方带回犯罪集团重要线索 绝密线人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大家好 我是一诚 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了一位被困在缅甸北部 诈骗窝点的男子 郝振东的故事 出于对高薪工作的向往 他被人骗到了缅北地区 谁知 等待他的是一个难以逃生的陷阱 那么郝振东 又为何会获得 南昌警方的特别保护 而他又是如何逃回国内的呢 当时最想的是把公司的受害人资料 杀猪盘的优质客户一再跳单 各个业务员的诈骗成功率 短时间内集中的出现了异常 引起了团伙头目的怀疑 头目把怀疑的眼光投射向了几个 一直没有开单 没有业绩 不安心做业务的人身上 其中就包括郝振东 为了能够洗脱自己的嫌疑 郝振东和杨宇 原本是诈骗者与被骗者 却联合起来演了一场戏 冲钱的时候我就跟杨宇说 第一次先冲500吧 然后第二次冲的是1314 可能时间赶到急 然后杨宇自己拿了314进去 我给他1000吧 转了1000 为了洗清自己内鬼的嫌疑 郝振东将自己的钱转给杨宇 再让杨宇将钱转入诈骗团伙的账户 如此一来 郝振东就有了业绩 也躲过了团伙头目的怀疑 做了有一个星期吧 基本上是把资料都盗取完了 但是照片没拍几张 拍了高清的 拍了有四五张三个张吧 当时也 我们那里面是不许去拍照 拍照会被打死的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郝振东倾尽全力 为警方收集传递线索 同时他也在提心吊胆 万分焦急地 等待着南昌警方解救他的消息 自己也想回来 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 想想能活上回中国已经很不错了 身处异国正在播出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爸爸是困惯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捞着的东西这句话 我爸是安全人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车机 在城里开发工作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个饭 妈妈烙得很香的 我想想是你 �� Woody unf purp 就像你 我妈妈 kadоч sait Semocide Sem hertz 飽 B returns Music Sin乾 Semo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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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在郝振东为警方 源源不断地提供线索的同时 解救郝振东的工作 一刻也没有停歇 然而疫情之下 从国境之外 解救一名身陷犯罪团伙的人 难度可想而知 他要过来必须是缅甸的人 把他从老街接到边境 我们云南警方 是没有办法出境救人的 在市局的帮助下 陶江江经过多番尝试 联系云南警方 了解到有一位线人 此人有能力接应郝振东 将他送到边境口岸 第一 我要跟这个群众确定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 然后什么时间段 第二 我要确定云南这边警方 他联系到的这个线能 能不能过去接他 警方认为趁夜色出逃 会比较安全 可是郝振东所在的诈骗窝点 要求大家必须工作到凌晨一点 不过夜晚出行 在当地则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情 消灵是早上晚上10点半 到早上6点半 这中间是不允许人和车上路的 不然的话会被枪崩了 真的会崩 然而如果不能夜里出逃 想要在白天时间实施计划 被团伙人员监视的郝振东 更加难以做到 如今警方和郝振东 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想要成功出逃 就必须冒一定的风险 那么我们就初步商店 在3点半这个时间段 一定要想办法离开他所在的窝点 2021年2月28日凌晨 负责接应郝振东的县人表示 当天可以行动 情报传递给郝振东之后 当天的凌晨3点半 他按照预定计划 从所在的诈骗窝点翻墙出逃 当天晚上我是基本上没有睡觉 因为他一直跟我担心联系 事实我必须跟他取得联系 而且掌握他的最新动态 好在有惊无险 接应人接到了郝振东之后 立刻带着他伪装成同行的伙伴 穿过重重封锁关卡 终于离开了危险区域 赶往中国边境 接上的车全程是过了 军方的三道关卡 他在车上是没有让他探出头 就躲在车里面 连车窗都没有开 直到郝振东被送过边境 受到负责接应的云南警方保护之后 他终于安全了 很激动 真激动 当时想着能活着回来 已经特别不容易了 然后到边境以后 那边就给我打电话吧 那时候十点多了 他们已经发现我走了 杀猪盘太厉害了 真是太厉害了 他相当于一个团队去骗一个人 你一个人再厉害骗我 不过一个团队 郝振东所在的诈骗团伙 在缅北那个电诈犯罪聚集的温床 显得太微不足道 只是茫茫诈骗海洋中的一颗沙粒 我就这样说吧 按我们公司一天最少是 基本上十万以上 我们公司只是残业员一间房间 残业员有一层有八间 有七层五十六间 而在缅北 这样的产业园有多少个呢 像这种产业园的经人数字 最少有一百个以上 在这个所谓的产业园里 由杀猪盘养猪开始 诈骗的形式各种各样 外汇 股票 贷购 彩票 网头 刷单 贷款等等 只要受害人开始在情感上 相信了 依赖了诈骗团伙 他们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骗取钱财 这是太多了 受害人每天会被增的 他不是一次加一个 他可能今天两个 明天就变成四个 最为可悲的是 郝震东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将即将受骗的受害人信息 传给警方 警方千方百计联系到受害人 受害人们反而不相信警方 然后有一些被洗脑严重的群众 立马就跟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 就发信息 他说 有警察来找了我 说你是诈骗 但是我不相信 进入窝点 稍不顺从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边很乱 华人在那边 没有人身安全 也没有地位 他们知道那么久 出来的话 都是最低失眠 回头来了 现在回头太难了 毫无自由 回国回家 变成一种奢望 现在你已经回来了 你的人生应该来说 得到了安全 那么你觉得接下来 你想做什么 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从今开始吧 绝密线人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节俭传下去 中国半年服 减养额 他们是奋战在一线的人民警察 而我们则是记录他们的眼睛 在聚焦反诈的制斗战场 在服务民生的温馨现场 在打伞破网的攻坚战场 他们在坚守 我们在记录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每天成千上万的受害人 被骗 数以亿计的资金流向犯罪团伙 那么是不是加入他们 从此就能实现 日进抖金的愿望了呢 那边很乱 华人在那边 没有人身安全 也没有地位的 在缅北地区 各种势力交错混杂 一旦落单被绑架 若是交不出赎金 轻则被贩卖 重则被杀害 他们全部被清一色的AK 进入诈骗窝点的人 即使真的开始行骗 迅速上手 靠着诈骗获取了提成 赚到了钱 也同样是一条不归之路 他们知道他们出来 回来的话都是最历十年 回不来了 现在回头太难了 郝震东是明智的 也是幸运的 正是他没有向诈骗团伙妥协 没有触碰法律道德的底线 遇上了热心肠的杨宇 幸运地被南昌警方解救 如今才能安然地坐在这里 畅聊自己这段一生 都难以忘怀 也不堪回首的经历 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 你的人生应该来说 我们得到了安全 那么你觉得接下来 你想做什么 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吧 堂堂这样做中国人 通过郝震东带回的 这批宝贵的资料线索 大量散布于全国各地 即将受骗的受害人 被及时找到 郝震东通过一己之力 帮助警方挽回了人民群众 难以计数的损失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对我们南昌提供的这批数据 都是肯定有加 同时通过郝震东带回的证据 南昌警方也掌握了 犯罪团伙 已经实施犯罪的 血切证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